昨天的午报就有跟你提及 一列行驶中的火车在彭亨直辆附近 就撞上了凌晨时分在轨道上面游荡的14头牛 造成牛只就全部死光光 那么火车的引擎也损坏 以上的事情是11月1号的时候凌晨发生的 那么在隔天也就是11月2号的时候 同样是发生在彭亨 不过这次的地点是在尔连图 一辆运载游宗果的罗里就横跃火车轨道 和迎面而来的火车相撞 造成罗里司机和驻守受轻伤 火车上面的10名乘客则无碍 那么从视频我们可以看到 事发之后游宗果是散落满地 而罗里是严重的受损 火车的这个挡风玻璃镜呢 也是有所破裂的 那么额连图警区主任阿兹曼指出 这起事件是在11月2号傍晚5点半的时候发生的 那么案发之后 警方在现场是找不到受轻伤的这个罗里司机 据悉他已经是逃跑了 请勿订感谢您的订阅